问的也是我想问的 就是你在校期间 也没有出去实习过吗 在英国期间 其实 其实家里面还是蛮惦记的 就是还是需要 不是家里头惦记 是惦记你过得好不好 那个陈不衡也是留学生 家里惦记 是关心你学习的怎么样 吃的吃不惯 住的怎么样 我是因为他们想我 就是每个学习节目 都要回家 一共就一 那你平时在学校学习期间 不可以找一份兼职 或者说出去实习一下吗 我其实就是因为 就是还要保证 这个自己的学习 这个成绩还有一些方面 这事 我反正是不太理解 他这个逻辑 可能我没有出国留学 这个经历 我不太理解 对 时间 就像在海边里的水 积极总是有的 关键不是说你很有钱 你可以去潇洒 你家庭环境又没有那么好 我不会说去勤工俭学 或者做一些创业 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了 我在韩国 我在韩国当时读书的时候 打工 创业 最惨的时候 这些同时干还得吃菊花 对吧 然后最后考试毕业的时候 是中国留学生里并列第一 OK OK 不会影响的 我也能理解他 因为他就一年的一个硕士 其实可能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 能去实习的 他要完成这个学业的话 然后我看他回哈尔滨 好像还是做了一份实习的 是吧 两个月的样子 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呢 因为那个公司 它是 首先一点是合并了 再是我在等毕业证 那你之后 这一年 在干什么呢 因为是 其实是海洋在等秋招 秋招 但这个没有必要 你一个学投资的人 你随便分析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资源也好 你时间成本也好 对不对 还是在等 因为就是五月份那个时间 其实公司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 你把所有的责任 都甩在别人身上 你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吗 主观上不是个积极的人 我自己就这么认为 我觉得我自己性格 还是比较偏向于 稳定 认真 考虑很久之后 才去做出一个 合适的决定的人 所以说 做事情之前 要充分地做好一个准备 行 那你跟我们说一下 在这一年当中 你就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一年 我是 齐寨学CFA课程 然后再考一些证件 像证件从业资格证 我刚来的时候 还考基因从业资格证了 对是这样 什么时候考的 过了吗 刚考完 过了吗 其实还差一门 还没有过 为什么还是在考试呢 其实过去这一年 全球的资本市场 就证券市场 是极度活跃的状态 你有自己比方说 做一些行业 甚至做一些操盘 哪怕你说 没有钱 做一些模拟仓 我是 我是自己是有了 再一个就是 因为我一下就注意到 他写的那个 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朝九晚五 然后稳定 那我觉得来说 作为一个学金融行业的人 然后希望朝九晚五稳定 那我觉得其实做银行 会更合适 对 而且他还说 他要二级市场 我觉得你应该走出来 小伙子 我想 现在没有精力 所有那两家企业 再想问你什么 问不出来了 你连一点点的这个 从业的相关经历都没有 来用你那个投资分析 学到的模型 来分析一下 你今天 这个东西 我是特别想讲的 其实 这个东西 其实我这样讲的是 我想学一些 关于讲一些 模型方面的一些东西 正常的 像我平常会考虑一些 像公司的一些 行业 一些背景 历史 像一些新闻 还有一些并购 管理层的关系 你的模型 像6PE SW OT 波多武力 这种模型 去对公司 再进行 更好的一个 外部分析 内部分析 就相当于是 利用一些 数学模型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 我就是说了 王山 我稍微打断你一下 因为大家也未必 真的听 是因为 你讲的都是 教科书上的 好 我们第一轮到这里 来企业家 通过你们的灯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很遍